銀色轎车整个180度侧翻 卡在公车遮雨棚 当场撞出一个大洞 右车车头整个撞毁 轮胎避震器全都喷飞 究竟怎么撞会变成这副模样 监制器还原事发经过 这辆车当时其实穿越中央分隔岛 从对象车道飞了过来 还颇及一辆轎车 造成引擎盖受损 它喷过来的时候 放到这里 就整台车背过来 我没有看到车 就整台车撞到那个车背过来 事发地点在基隆市 接近一路208巷口附近 中央分隔岛上留下插撞痕迹 车壳四散多样的汽车零件散落四处 路标指示牌被撞倒 排面扭曲变形 就连一旁路数都难逃一劫 树皮被削去一城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一台车辆翻覆车翻 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 他受困在驾驶座里面 那我们用军用刀具 军刀具 将挡风锅里切割 切割之后 然后顺利的将受困的老司机 老伯伯 让他扣困出来 我们现在要出一线泡沫 然后因为有漏油的痛况 让我们预防性的覆盖 消防员到场 现场一片狼藉 索性有遮宇棚挡住 后称民众才没有遭到波及 上午10时30分许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 基金一路214号前有交通事故 经查驾驶为理性驾驶 疑似因操作不慎 翻覆置对象车道 造成一线道封闭 远景于现场疏导交通 并排除事故车辆 驾驶轻伤 送医后检查无大碍 酒册值为零 详细事故原因尚待调查 受困的理性驾驶 消防员出动破坏器材 才将它救出 只是为何会突然失控 致状分隔岛 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